嘿,你好,欢迎回到Exit 谷歌的GEMA模型算是开源模型里面的一批黑马 关心AI大源模型的朋友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 今天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GEMA的特点,三大特色 如何最简单的开箱即用 以及两种本地部署的方法 最后我们再聊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本地部署并没有太大的用途 谷歌一直以来号称AI为先的科技巨人 过去的一年被OpenAI各种挤兑按地上摩擦 比如2023年的3月 谷歌刚刚开了一场惊艳的发布会 展示了在谷歌的工作空间当中 集成的令人兴奋的AI工们 但是OpenAI紧跟着随手就推出了GP4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谷歌卧心长胆憋了一年的大招 终于在2月15日发布了100万上下文的GEMA 1.5 结果OpenAI又在同一天祭出了SORA 一周之后谷歌再次发布超强的开源模型 GEMA 至此呢 开源模型就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分别是谷歌的GEMA 刚刚被微软注资的Mistro 以及Meta的Lama2 好我们来到谷歌GEMA的首页 它这一句话的介绍就体现出了GEMA开源家族的两大特点 首先一系列的轻量级先进的开放式模型 一系列说明它推出的不只是一个模型 那实际上呢 本次GEMA推出了两种尺寸的模型 分别是GEMA 2B 也就是20亿参数 以及70亿参数的两种模型 而且呢每一种尺寸它都有预训练和指导调优的变体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要去选模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尺寸的模型 它会有两个变体 比如这个70亿参数的模型呀 它是GEMA Instruct 7B 那还有一个就是直接GEMA 7B 那这两个的不同呢 就是GEMA 7B 它就是一个预训练的模型 而GEMA Instruct 7B呢 它就是一个经过指令调优的模型 所以你要想体验原汁原味的模型 你就用它的预训练的版本 你要想它有更强的能耐呢 你就用它的经过指令调优的Instructed的变体 好我们回到它的介绍 它的第二个特色呢 就是它采用的是跟创建GEMA模型相同的研究和技术 GEMA模型是谷歌目前最为先进的大元模型了 刚刚推出了GEMA 1.5 Pro的版本 在之前呢 推出了GEMA 1.0 Ultra的版本 所以谷歌用它的旗舰模型相同的技术 来构建开源的模型 那这一点还是比较良心的 也因此呢 在GEMA的三大特色当中啊 首先最引人注目呢 就是它的卓越的性能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比较 好 下面就是它的一个基准测试的一个对比图 这只是其中的一项 那参与对比的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开源三国 这两个是META的开源模型LAMA2 分别是70亿版本和130亿参数的版本 中间这个是Mistro70亿版本 那这边首先是GEMA最小的一个模型 就是20亿版本的 以及GEMA70亿版本的模型 那仅从这个对比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GEMA70亿版本的模型呢 它已经超越了Mistro70亿版本 甚至远远的超越了LAMA2的130亿版本的模型 而最轻量级的GEMA20亿版本的这个模型呢 它的性能几乎与LAMA2的70亿版本的相当 那除了GEMA的性能之外呢 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呢 就是它的框架灵活 而且易于使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在GEMA的网页上呢 它就提到框架灵活 可以通过Keros来兼容三大机器学习的框架 它也可以很容易的通过Keggle啊 或者它自己的Collab来进行使用 也可以在谷歌云上面进行训练和部署 而且还支持HuggingFace 还有英伟达的NEMO 当然这些呢 对于非开发人员来说可能并不熟悉 那么我这边总结的易于使用 对于非开发人员来说呢 我们主要关心的就是两点 开箱即用 以及本地部署这两种方式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长线GEMA的方式 就是开箱即用 我们可以通过至少两种方式来使用GEMA 一种是HuggingChat 还有PoE 比如我们先看一下HuggingChat 好 这边就是HuggingChat的界面 本次视频当中用到的所有的链接呢 我都会把它集中放在我的一篇博文里 那博文的链接呢 我会放在描述栏当中 大家到时候去看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就是HuggingChat 我们可以看HuggingChat在左边 Models里面就可以选你所使用的模型 那么目前支持七个模型 这是Mistro八成7B的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也很不错的 好 这边呢 谷歌GEMA的7B IT就是表示 它是经过调优的模型 Instruct模型 那么点击 我们就可以选上它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下测试了 而且HuggingChat的好处 是它可以进行网络的搜索 我们先不用打开它 我们简单的测试一下 那这边就会显示我们刚才选中的模型的名称 好 简单测试呢 就用我的测试三板斧 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代码能力 编一个贪吃蛇的游戏 那GEMA呢 我们可以先使用英文来对它进行测试 好 快速地完成了代码的编写 我们直接测试一下 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好 眼砸了 直接出错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它第二个问题 树上有十只鸟 猎人开枪打死了一只 请问树上还剩几只鸟 新开一个绘画 答案是9 这个表现就有点弱 好 我们再看一个推理题 安德鲁从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有空 琼尼中午到下午2点和下午3点半到5点有空 安德鲁中午半小时有空 然后下午4点到6点 那这三个人要是一起开会 那什么时间是合适的呢 当然这个题可能对这些模型有点难度有点高 因为即便是GPT3.5 你直接丢给它都有可能出错 我们来试一下吧 所以不出意外 它的答案是错误的 好 那我们看看有哪个模型跟它类似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的 我们看看它的对比 它实际上是强于Mistro7B的 我们看看Mistro7B 我们就用Mistro7B 也是Instruct的模型 首先弹吃蛇 我们来试一下 好 也是出错 我们就不去解决这个代码问题了 我们再找一个更强的模型 看看能不能一次成功 8成7B OK 一点废话没有 蛇呢 没有出错 要吃的东西在 但是蛇不知道在哪 我们再来一个更强悍的模型 MistroLarge 好 MistroLarge果然是更强的模型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贪吃蛇的游戏 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运行 好 刚才我们顺手做了这几个模型的代码测试 我们再简单总结一下 GEMMA和Mistro7B编的程序直接出错 Mistro8成7B程序不出错 但是蛇没有了 但是MistroLarge完全没有问题 一次运行成功 那这两个问题的表现 GEMMA有点让人失望 但是我这两个问题完全算不上是严格的测试 不能把它当作评价模型能力的一个标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二种开箱机用的方法 就是使用PoE PoE也是一个很好的集成了各个语言模型的一个工具 而且它的更新很快 新发布的模型很快就会集成到它的系统里面去 好 进了PoE之后 我们在这就可以看到GEMMA的模型了 如果你看不到 我们直接点它的搜索图标 然后去找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找到GEMMA模型 比如这边是一个official官方的 我们就点这个 我们先试用这个 同样我们给它一个十只鸟的问题 OK 这名模型还是一样的 好 这就是PoE PoE也是一个大家试用各种语言模型的好地方 那这些热门的语言模型这里面经常都有 包括前两天我的短视频里面说到的 MistroLar这里面也都有 好 这就是开箱机用的办法 只要我们能上网 能访问到这些网站 不用我们去做任何的工作 我们就可以去尝先试用各个语言大模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看一下两种本地部署的办法 把语言大模型运行在我们自己的电脑上 本地部署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Olama 还有一个是LM Studio 我们可以先看Olama 好 这就是Olama的网站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然后根据你的操作系统来进行选择 我是MacOS 我就选MacOS 下载下来是一个压缩包 双击打开 Olama文件 双击运行 好 运行起来之后 就是一个小窗口 然后我们直接点下一步 安装命令行工具 直接点安装就行了 好 它需要管理员权限 然后我们把密码告诉它 它运行模型的命令 就是这样 Olama Run 然后后面跟模型的名称 就完成了 这边是它GitHub的网站 可以看一下它支持哪些模型 好 这就是它支持的模型的列表 Jama 7B是4.8GB 我们看一下它的要求 运行要求 如果运行7B模型 至少需要8GB的可用内存 我的电脑是16GB的内存 运行7B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命令 拷贝下来 因为它是个命令行 我们直接就打开我们的terminal 好 它需要下载 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我就加速把它跳过去 好 这边已经成功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个消息 prompt 然后看看它给出什么样的结果 还是一样 我们就用猎人打鸟 果然没错 确实是Jama 7B的模型 但是你要把它装到本地 只是这么玩 肯定是没什么意思的 装到本地 更好的用它的办法 就是用它的API 这样的一些支持大元模型 API的一些APP 就可以直接用到你这个元模型 比如在它的GitHub页面下方 就有很多可以使用到这个模型的一些集成的应用 有兴趣可以去玩一玩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如何用LM Studio 来进行本地部署这些开源的大元模型 好 这边就是LM Studio 它跟Alama类似 也是用来下载和本地运行这些大元模型的 这边提示 谷歌的Jama已经支持了这两个参数的版本 同样我们需要下载安装 我是Mac电脑 选第一个 好 下载完成是一个安装包 拖过来 LM Studio安装之后就是这个界面 首先显示的它的ReleaseNote 更新说明 我们直接在这搜索它的模型 好 收入Jama之后 这会出来很多呀 那么我们就选一个点赞数比较高的 7B的这个模型 那这边呢 又有15个文件可以供你下载 那这些文件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呢 可以看这边的说明 那这边相当于它的质量啊 是一个从低到高 我们下载一个稍微中间点的吧 我们下载这个5GB的版本好了 好 下载完成呢 我们就可以在它的对话窗口 AI对话窗口头去使用了 比如我们在Chat窗口里面 我们就可以选择模型 装载一个模型 上面这个就是5GB的这个版本 同样我们还是问它老问题 猎人打鸟的问题 答案依然是九只鸟 为什么要说still 依然是九只鸟呢 为什么要说依然呢 同样用LM Studio 把Jama在本地安装运行起来之后呢 你除了可以跟它对话 就像我们刚才用 Olama通过命令行跟它对话一样 这边呢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服务来启动 相当于它可以提供API的服务 对外的服务 同样也是类似于刚才的Olama一样 你就可以在其他的APP里面来使用 LM Studio给你运行起来的 本地的这些大模型了 除了开箱即用 本地部署之外呢 谷歌呢还给开发人员提供了 很多的方便的途径去使用Jama 比如它可以跟谷歌语言的整合 可以通过Vortex AI来使用 Vortex AI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也讲过 作为开发人员 你可以用各种姿势来使用Jama 但是呢对于普通用户 就是非开发人员啊 你也没有打算去用AI来自己开发 或者制作什么产品的话 就是日常的使用 那么本地部署一个开源的大元模型 那么它的使用场景 除了玩一玩练练手呢 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更合用的地方 因为本地它的优势啊 就是本地嘛 免费不用联网 也没有任何的使用限制 想用就用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一项本地的模型 它是很弱的 就算是7B的模型 它的能力也是一般般 那么更高一些参数的模型呢 你要是想用好它呢 你的显卡的价格估计也不低了 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图表 一个简单的一个性能对比 最末的一个Lama的700亿版本的一个模型 所以呢如果你目前呀 能够访问到以下任何项服务 去用这些主流的大模型 ChartGPT Gymna GoPilot PoE Propriety 还有MistroAI等等 那我就觉得你完全没有使用本地模型的必要了 比如我最常用的一个场景呢 就是翻译 那目前用的就是GPT 3.5的API 如果说我要用一个70亿版本的开源模型 甚至是20亿版本的一个开源模型去做翻译的话 那还不如直接使用谷歌翻译 或者DPR翻译来得更简单 当然 如果你有真正需要本地部署语言模型的应用场景的话 也欢迎分享给我 咱们一起讨论 如果你希望让AI提升你的效率 那么我分享的免费的内容 以及付费的课程呢 就是你在AI世界里面最好的帮手 请打开网址 axtor.ai 进入到AI精英学院 免费福利点击这里就可以了 当然 我更希望你能看一下 这两门关于AI应用核心能力的课程 这两门课程是在帮你打造AI的基础能力 而不是教你一些昙花一现的技巧 我把我数百个小时的学习实践融合到我的课程当中 我希望能帮助那些 即便是初次接触AI的人 也能最终把AI变成自己强大的助手 我的课程能教会我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如何使用AI 善用AI 同样也会为热爱AI的你提供巨大的价值